看到了嗎? 有 南極蝦嗎? 好幸運,第一次看到 有很多老牌 他們有小瑕疵 有小瑕疵 他們是那個小瑕疵 我們看那個魚在市中心邊看 我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現在白天的山路是這樣嗎? 晚上的山路牠會睡著 長得不太一樣 跟白天不一樣 所以我們稍微記得一下 那山路 其實牠身體裡面也有骨骼 那牠的骨骼是屬於骨鎮 骨鎮是散熱在牠的身體裡面 散熱在牠的身體裡面 好 來 我們現在來錄一下 咦?怎麼這個還不是玩? 我們去吃嗎? 好 我們在那邊看看 我們去那邊 OK 好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山路牠有形狀 像這個叫做花丸、肉脂、軟山蠟 它是軟山蠟 另外呢 還有那個很像手指頭 像這個 我們這樣叫做紫形軟山蠟 紫形軟山蠟 現在是打開的喔 晚上的時候 會全部很像抽筋一樣 全部收起來 抽筋 很像全部抽筋收起來一樣 好 另外呢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沒有發現呢 這個熱帶魚 牠們的嘴巴都嘟嘟的 因為 珊瑚椒凹凸不平 食物都會卡在珊瑚椒粉裡面 所以牠們嘴巴要嘟嘟的 才吃得到粉裡面的食物 所以牠們都演化 牠們會為了環境演化 演化成不一樣 好 好 OK 來